《捕鼠器》第五章 Marley呆呆地看着晚报 右边的门被慢慢地推开了 Chris从门外向里面探视 看见Marley只身一人 就小心地走了进来 Marley 你吓着我 他在哪儿 谁 那个警官 他从那边走了 只要那避开他就好了 我得想了办法 这儿有我可以藏身的地方吗 藏身 是的 避开他 为什么 他们对我来说太可怕了 他们会说是我杀了那些人 特别是你丈夫 别理他 听着Chris 你不能在你的生活中 总是逃避一些事情 你为什么这么说 你需要变得成熟一些Chris 我并不希望那样 你不真是一位建筑师吧 你为什么 我们不必在这个问题上深究了吧 我是在服兵役的时候逃出来了 那儿太残忍了 我恨他 Marley的眼中闪过一丝不安 Chris注意到了这一点 是的 我就是个未知的凶手 我是唯一符合他们标准的那个人 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 你妈妈 如果她没有死的话 任何事情都会一帆风顺 她会关心我 照顾我 你不能总让别人照顾你 那些都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应该挑起这些担子 你应该好好地生活下去 一个人做不到这样 不 一个人可以做到这样 你的意思是 你做到了 是的 想想我们昨天才认识 我们好像都十分了解对方 是的 很奇怪不是吗 我不知道 我猜我们之间有一种同情吧 不管怎么样 你认为我要坚持到底 对呀 不然你还有什么能做的呢 我也许可以偷到 那个警官的滑雪板 我滑雪可是一流的 那样做傻得可怕 这等于承认你有罪而心虚了 陶特警官本来就认为我有罪 不 他没有 至少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把一些东西 硬往你的脑袋里塞 那些莫须有的 不可能有的东西 什么 我不相信 我永远也不会相信 你不会相信什么 告诉我 你看见这报纸了吗 知道这是什么吗 昨天的晚报 一份伦敦的报纸 而他却在 卓智的大衣口袋里 但卓智昨天没去过伦敦 那么如果他一整天都在这里 但他没有 他开车去买铁丝网了 但却什么都没买到 这么说他可能还是去了伦敦 但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为什么他假装自己 在乡下兜了一圈 也许是因为那条 关于谋杀的新闻 他那时还不知道那杀人案 或许他知道 他知道吗 天哪 玛丽 你当然认为他不知道 那个警官不这么认为 我不知道那个警官怎么想 但他能让你去猜测别人 你问自己一些问题 然后你开始变得怀疑起来 你会感觉到 那些你爱的或者了解你的人 变成了一个陌生人 就好像在做噩梦一样 你站在你的朋友中间 而当你突然去看他们的脸时 你发现他们不再是你的朋友了 变成了别人 只是在假装而已 也许你不能相信任何人 也许每个人都是陌生人 克瑞斯走到玛丽面前 轻轻地把他的手从脸上挪开 赵志恰好从餐厅走了进来 一看到他们就停下了脚步 我好像打断了什么好事 不 我们只是在聊天 如此而已 我 我该去厨房了 那儿有派和土豆 我该去 去弄菠菜 我来帮你 不 不需要 George 面对面交谈现在不是很合适 克瑞斯 你给我离开厨房 离我太太远一点 不过其实 你看 离我的太太远一点 克瑞斯 她不能成为第三个受害者 这么说 您认为我是那个人了 我从来没这么说过 我说过了吗 这座房子里有一个 无法无天的杀人犯 对我来说你似乎有嫌疑 但我并不是唯一有嫌疑的人 我没发现除了你还有谁更有嫌疑 我告诉你 我担心我太太的安全问题 我也是 我不想让你和他单独留在这里 真烦人 走吧 克瑞斯 我不会走的 请你走吧 克瑞斯 我求你了 我不会走远的 这都算什么 玛丽 你一定是疯了 准备把自己和一个 有杀人倾吓的疯子 关在厨房里 他不是 你好好看看他有多疯狂 他没有 他只是不开心 告诉你 George 他并不是危险人物 如果是的话 我早知道了 不管怎样 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 跟博弈太太说的一模一样 我这 别 你说 你和那个不幸的男孩之间是什么关系 你说我们之间是什么意思 我对他表示同情如此而已 也许你以前见过他 也许是你建议他到这来 而你们都装得好像第一次见面 你们之间一切都是伪装的不是吗 George 你说这话有没有经过大脑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 你第一次跟他见面是在什么地方 你们来往多久了 真是荒唐透顶 在他昨天来这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那是你说的 也许你跑到伦敦去跟他偷偷会面 我已经有几个星期没去伦敦了 你知道的 你几个星期没去伦敦了 是那样吗 你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说的是真话 是吗 那么这是什么 这是你昨天带的手套 你看看里边是什么 一张伦敦的公共汽车票 哦 那是 这么看来 昨天你不止到过村子里 你还去了伦敦 是的 我去过 是在我飞快地开着汽车 在乡下转悠的同一个时间里 是在你飞快地开着汽车 在乡下转悠的同一时间里 好了 承认了吧 你去过伦敦 对 我去过伦敦 你也去过 什么 你也去过 你带回来一张晚报 你是从哪里拿到的 在你那一口袋里 是别人把它放在那里的 别人放的 不 你在伦敦 对 我是在伦敦 可是我没去和别的女人优惠 你没有 你确定没有吗 你什么意思 你走开 别靠近我 你怎么了 别碰我 昨天你去伦敦和Chris会过面 当然没有 那你为什么要去伦敦 我不告诉你 也许现在 我已经忘记为什么要去那了 玛丽 你怎么了 突然间你全变了 我感觉似乎一点也不了解你了 大概你从来也没有了解过我 我们结婚多久了 一年 可你并没真正了解过我 你了解我的所作所为 我的思想感受 以及我遭受的痛苦吗 玛丽 你疯了 好吧 我是疯了 为什么不呢 说不定发疯是一种乐趣 你到底是怎么了 好了好了 真希望你们年轻人别说过头的话 情人之间争吵就是这样的 你们结婚没有多久吧 这个您不想干 巴勒韦先生 当然 根本不想干 不过我进来是想说警官找不到滑雪板 他很恼火 Chris 什么 George 他想知道您是否搬动过 没有 我当然没动过 陶德脸色通红 烦躁不安地冲进客厅 George 慢点 我明明把滑雪板放到碗柜后面了 你们移动过吗 没有 有人拿走了 您干嘛要找滑雪板 雪还在下 我需要助手 我要滑雪到汉普顿警察分局去报告情况 我得马上动身 可现在您走不了了 有人不想让您去报告 不过也许有其他的原因 不是吗 什么原因 有人想逃跑 玛丽 你刚才叫了一声Chris 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 可能是我们年轻的建筑师偷走了吧 非常非常有趣 真的吗 玛丽 Chris 感谢上帝 你没走 Chris先生 您拿过我的滑雪板吗 您的滑雪板 没有 警官先生 我要他干嘛 玛丽海山认为 Chris先生非常喜欢滑雪 我以为他拿了你滑雪板去练习了 练习 好 你们听着 这是一桩严重的事情 有人拿走了我和外界联系的 唯一的交通工具 我要所有的人立即到这儿来 我记得凯思小姐上楼去了 我去叫他 我过来的时候 梅西少校在餐厅 梅西少校 现在不在呢 我去找找他 在找我吗 有关滑雪板的问题 梅西少校 滑雪板 George 你们两位 在厨房门口挽厨房 动过一堆滑雪板吗 没有 真是的 我拿他干嘛 我没碰过他 可是不见了 凯思小姐 您从哪儿去卧室的 后面的楼梯 那您是经过 放碗柜的门口的 即便是这样 我对您的滑雪板 也不会注意 梅西少校 您今天确实 在碗柜那儿待过 是的 我在那儿 博弈太太在那时 被杀的 博弈太太被杀时 我已经到地下室了 您经过碗柜时 滑雪板在那儿吗 我一点印象也没有 您没有看见吗 记不起来了 要是滑雪板放在那儿 您一定会记住的 对我大声嚷嚷可没用 小伙子 我没有想过您那 该死的滑雪板 我对地下室有兴趣 这个地方的设计结构 真有意思 我打开了另一个门 走了下去 所以我说不清 滑雪板是否在那儿 您自己明白 您有非常好的机会 去拿滑雪板 梅西少校 好好好 就算您说得对 就算我想要它吧 现在的问题是 滑雪板在哪儿 咱们一起去找 应该能找到 滑雪板这么大的东西 我们都一起去找吧 别急 梅西少校 我现在所处的情况 或是我需要一个 非常机智冷静的头脑 我问过我自己 他想要我们做什么 他自己下一步 用计划干什么 我必须走在他前面一步 否则 将会找出另一个人的死亡 您还这么认为吗 是的 凯斯小姐 三只虾老鼠 两只已经报销了 还有第三只 你们的六个人中 其中一个人是凶手 你们之中 有一个是凶手 现在我还不知道 是哪一个 但是我一定会知道 而另一个 是凶手未来的牺牲者 我给那个人打过招呼 国语太太对我的话 不以为然 结果她死了 你们究竟是谁 对我的话不以为然 你们正处在危险之中 凶手杀了两个人 第三次 她绝不会手软的 到这样下去 我不知道你们当中 哪一位需要保护 快 现在 在这里 无论是谁 有什么事情都要忏悔的 哪怕是轻微的往事 还是说出来吧 好吧 你们不说 我会抓住凶手 这毫无疑问 不过 对你们中的某人来说 可能就太吃了 陶德从大餐桌的右端 绕到大餐桌后面 打开窗帘 望着窗外 然后坐到右侧窗台上 好了 你们可以走了 别 可是这么轻快的小曲子 您不喜欢吗 唐一把切肉的大餐刀 割断了他们的尾巴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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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极了 别吓唬我太太了 我头晕眼花了 不过您知道 我脑子里又出现 不依太太的样子 她的脸是紫的 我忘不了 我知道 这事很难忘记 我必须去 我得煮东西 晚餐 准备煮菠菜 土豆全要切片 走吧George George和玛丽 一起离开客厅 去了厨房 巴拉维靠着拱门 看着他们 嘴角边笑边摇头 凯茨小姐站在壁炉前 似乎有心事 巴拉维先生 你对玛丽说了些什么 使她心烦意乱的 您问我 警官先生 一个小小的玩笑 我常常喜欢开个小玩笑 有令人愉快的玩笑 可有些玩笑是不合时宜的 奇怪 您说这话 是什么意思警官 我倒对您 感觉有些奇怪 巴拉维先生 是吗 我感到奇怪的是 您的车 怎么会翻到雪堆里呢 有那么容易吗 您在公路上开着车 当然都看着路 你准备到哪去 哦 在我去看一个朋友的途中 在这附近 离这儿不远 朋友的姓名和地址呢 说真的陶德警官 这有关系吗 我的意思是和现在的事毫无关系 不是吗 我们喜欢祥静的报告 您说过朋友叫什么名字 我没说过 是 您没说过 看来你也不想说 那就非常有意思了 不想说的原因很多 比如说 由于丈夫吃醋了 必须去解决一件逃舍纠纷 像您这样的年纪 围着女人转 不显太老了点吗 我亲爱的警官 我可不像我显得那么老 这正是我要考虑的问题先生 什么 您并不像你装扮得那么老 有很多人设法使自己的外表 显得年轻些 可居然有人 像是自己显得老一些 那么就要问问此人是为什么 您对人们提出了很多问题 可您对自己提过问题吗 是否做得太过火了 我对自己提出的问题 可以得到答复 可从你们那儿却得不到很多 好吧好吧 问吧 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 昨晚您从哪来 那很简单 我从伦敦 伦敦的地址 我经常住在豪华饭店 我知道那儿很舒服 可您永久的地址 我不喜欢永久不变 您做什么职业 我是做营销的 证券经纪人 不不 你误会我了 你又想开个玩笑开开心事吗 您对自己当然很清楚 但我却不清楚啊 您可别忘了 您已经绞进了一桩谋杀案件之中 杀人可不能当儿戏 不就是谋杀案吗 哈哈哈哈 哎呀 您是不堪玩笑的 陶德警官 怎么 审份暂时完毕了吧 是的 暂时 非常感谢 我去找找你的滑雪板 万一有人把他们查到大康琴那儿呢 是不看你 我听说 我听说 你走很多人 你怎么想要 我听说 你是不是 这些人 都可以 我看了 你你 你都没关系 你 我看了 你 我像安娜 你 我朋友 我看了 你 我看了 你 我看了 你 感谢观看